今早总共买了5样东西 刚好是自媒体一天的收益 Hi 我叫Jimmy 最近有常常拍影片 发在很多个品牌 其中有一天的收益还算可以 对我来说啦 我刚入门 今日头条的话就 按人民币算是12块 太租就50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bilibili的话就是 7块8 就是40泰铢 还有一个是 腾讯的就2块钱 就加起来大概是 100泰铢 那我今天要去买早餐看看 100块能吃到什么东西在泰国的话 这里就有一家烤鸡 烧烤的 泰国人早上一般也会吃烧烤 那就来一串吧 这些还有生的 它这里还有一些泰国南部的菜 但早上不要吃这么重口味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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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早上试一下烤猪肉 又香水俗 泰国人的早餐习惯的这个 嗯 可以 它有肥有肉 烤的好好吃 有蜂蜜 甜甜的 大早吃烧烤 不应该吃太多 试一下就好 就在我身后有一个广告 这种叫做tow house 还有个小院子的 应该是脸排别墅 有三层高 这个是充彩器 二十项 就价格 五百九十九万泰铢 六百万泰铢 也就是一百三十多万人民币 这样子就有别墅了 二十项应该不远 在对面过去不远吧 这还是蛮市中心的 其实在泰国的房子呢 不怕它没有的 它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些很好地位 很便宜 甚至能简陋的房子 它这边别墅价格跟公寓价格是不差太多的 当然啦 外国人是不能拥有土地 泰国的天然气还没有普及 不过呢一些很高档的公寓都会有天然气 还用了这种灌装器 因为今天还是假期啊 所以蛮多店都没有开的 这一条路吃的店蛮多的 等一下我去找一家店吃 控制在九十泰铢以内 这有一个路边的水果摊 这个椰子 五个六十泰铢 也就是 十四块元币一个 就五个的话 就三块钱一个 在我旁边 这里有一家硅调母 试一下吧 就是那种米线 猪肉米线 泰国特色的 不要那么辣的 那就 这个吧 那种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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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半了 还没有开门 再去找一些市场的吧 嗯 这下也应该开了吧 好 来看看 哦 米线 哦 线 线 哦 奥巴米吧 巴米 简简简单单的一个小餐 四个猪肉丸 还有这种是 什么面 我也不知道 这边叫巴米 就很容易黏起来的面 吃完一身汗 还是蛮不错的 我相信大家来泰国旅游的时候 应该都试过这种 泰国的米线 或者泰国的面条 都是味道很浓很足 它桌面上会有这些 刚刚吃的那碗 叫做 肉丸面 20泰铸 好便宜哦 今天假期啊 这边都没有开门了 这里的时间是11点开 现在11点03分 它开不开呢 我等一下吧 这家甜品在曼谷蛮有名的 它甜品蛮好吃的 可惜呢 今天放假不开门吧 等了好久 他今天放假货的时候不开门吧 不吃吧 那天天天不吃 看看这边 剪头把多少钱 原本打算剪头把的 但我刚准备进去的时候 就关门了 哇 这个叉烧猪又很大块哦 这还便宜一百万 这就是刚刚看的 六百万太多的 就在这条巷里面去 哦 卡能退啊 OK 卡能退 靠靠靠 嗯 嗯 嗯 OK 拉卡 哦 啊你拉卡到哪里 好 一十八 OK 好一十 OK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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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买完这种泰国甜品 可能会 所以我看到对面有一个水果汤 水果车 这种应该不贵 我们去看看 拉卡到哪呢 三十八 三十八 哦 OK 三十五泰铢 这么多 这里有一家咖啡摊 看看价钱 天哪 全是泰文 看看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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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都是咖啡 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冰的 就要一个茶农烟吧 茶农烟 这就是茶灯 要个奶茶吧 茶农烟 哇 奶奶 嗯 好香 像泰国奶茶 原来它的茶是这样煮的 直接就 用咖啡机煮的茶 要倒进奶 这就是奶茶 然后奶不够 再倒进这个花奶 嗨 颜色不错 看来看 卡 那 用这个 也就是减一半的价格 好啦 今天买的超多的 刚刚吃十泰珠的烤酒串 还有二十泰珠的一个 又丸面吧 又丸面 对 还有三十五泰珠的木瓜 当然这个木瓜是比外面贵的 但是它那量多很多 但是它那量多很多 还有一个二十泰珠的 就是甜品 还有一杯奶茶 十五泰珠 所以加起来的话就 三十 三十五 五十八十 再加 二十 对 刚好一百泰珠 今早总共买了五样东西 刚好是自媒体一天的收入 虽然没有剪到头发 我发现这泰国剪头发还蛮贵的 改天我去找一个 比较老一点的 老字号店 剪一个头发 简简单单就好了 它这个是可能对 它是甜的 但它一点都不腻 而且 觉得很新鲜的味道 这个我蛮喜欢的一个泰国甜品 这个木瓜它真的很大块 泰国的水果比较甜 我喜欢 我刚刚试一下 这就是五糖的奶茶 还可以 便宜好吃 刚好从平台里面提了一百泰珠 出来吃这个脚餐 谢谢你们请我了 谢谢所有的粉丝 看我的影片 可分考 之后呢 我会拍更多更真实的泰国生活 关于生活吧 关于各方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谢谢 加油